三国演义 第八十五回 刘先祖遗照托孤儿 诸葛亮安居平五路 却说张五二年下六月 东吴陆逊大破属兵于萧廷一林之地 先祖奔回白帝城 赵云引兵巨首 呼马良智 见大军已败 懊悔不及 将孔明之言奏之先祖 先祖探约 正早听丞相之言 不至今日之败 今有何面目赴回成都 见群尘乎 遂传旨就白帝城驻扎 将管义改为永安宫 仁暴逢习张南复同城 姬沙摩科等皆莫于王室 先祖伤感不已 又近臣奏称 黄泉引江北之兵 降魏去了 陛下可将彼家属宋有司问罪 先祖约 黄泉被吴兵隔断在江北岸 欲归无路 不得已而降魏 是正负权 非权负阵也 何必醉其家属 仍己鹿民已养之 却说黄泉降魏 朱将引荐批 批曰 清京祥阵 欲追目于成寒爷 全弃而奏曰 承受蜀帝之恩 书欲甚厚 令成都诛君于江北 被陆逊决断 臣归属无路 降无不可 故来投陛下 拜君之将 免死为信 安敢追目于古人爷 批大喜 遂拜黄泉为镇南将军 全奸辞不受 忽敬臣奏曰 有戏作人自述终来 说属主将黄泉家属 进阶诸禄 全曰 臣与属主推臣相信 知臣本心 必不肯杀臣之家小野 批然之 后人有失则黄泉曰 降无不可却降曹 忠亦安能是两朝 勘探黄泉习一死 紫阳书法不轻饶 曹批问贾许曰 正欲一统天下 先取恕乎 先取无乎 许曰 刘备雄才 更兼诸葛亮善能治国 东吴孙泉能是虚实 陆迅县屯兵于险耀 隔江泛湖 皆难促谋 以成官之 诸将之中皆无孙泉留被敌手 虽以陛下天威灵之 亦未见万全之事也 只可持守 以待二国之便 批曰 朕已遣三路大兵发无 安有不胜之礼 尚书留业曰 靖东吴陆迅心破属兵七十万 上下其心 更有江湖之祖 不可促至 陆迅多谋 必有准备 批曰 清前劝阵发无 今又见祖 何也 夜曰 时有不同也 习东吴蕾拜余数 其事顿挫 故可及耳 经济获全胜 锐气百倍 未可攻也 批曰 正义已决 亲勿赋言 遂隐玉邻军 亲往接应三路兵马 早有少马报说 东吴已有准备 令旅范引兵 聚注曹修 诸葛景引兵 在南郡聚注曹真 朱桓引兵 挡住如须已 聚曹人 刘业曰 既有准备 去恐无意 批不从 引兵而去 却说 吴将朱桓 年方二十七岁 极有胆略 孙全胜爱之 使都君于如须 闻曹人引大君 去取献兮 还遂禁波军手 把献兮去了 只留五千计守城 呼报曹人 令大将长雕 同诸葛前王 双引五万精兵 飞奔如须承来 众军皆有聚色 还岸剑而言曰 胜负在将 不在兵之多挂 兵法云 克兵被儿主兵伴着 主兵尚能胜于克兵 经曹人千里跋涉 人马疲困 吴与辱等共聚高城 南陵大疆 北备山险 以义代劳 以铸代克 此乃百战百胜之事 虽曹丕自来 尚不足忧 旷人等爷 于是传令 叫众军演其席谷 只作无人手把之状 且说卫将先锋 长鸟领精兵来取如须承 遥望城上并无军马 鸟催军极尽 离城不远 一声炮响 惊奇奇数 诸环横刀飞马而出 只取长鸟 战步三合 被还一刀斩长鸟于马下 武兵城市冲杀一阵 卫兵大败 死者无数 诸环大胜 得了无数旌旗军器战马 曹仁领兵随后到来 却被吴兵从县西杀出 曹仁大败而退 回剑魏主 细奏大败之事 批大惊 正义之间 呼探马报 曹真下侯上围了南郡 被陆逊扶兵于内 诸葛景扶兵于外 内外夹攻 因此大败 言未必 呼探马又报 曹修义被吕犯杀败 批听之三路兵败 乃溃然探曰 正不听贾许留夜之言 国有此败 时值夏天 大义流行 马步君十死六七 遂隐君回洛阳 无畏自此不和 却说先主在永安宫 染病不起 渐渐沉重 至张五三年下四月 先主自知病入四知 又哭观张二弟 其病欲生 两目昏花 厌见侍从之人 乃是退左右 独握于龙踏之上 忽然因风骤起 将灯吹摇 灭而复明 只见灯影之下 二人势力 先主怒曰 朕心绪不宁 教辱等且退 何故又来 嗜之不退 先主起而视之 上手乃云掌 下手乃亦得也 先主大经曰 二弟原来尚在 云掌曰 臣等非人 乃鬼也 上帝以臣二人 平生不失信义 皆赤命为神 哥哥与兄弟聚会 不远矣 先主扯定大哭 忽然惊觉 二弟不见 即换从人问之 十正三更 先主探曰 正不久于人世已 遂前十往成都 请丞相诸葛亮 上书令离言等 新夜来永安宫 听受以命 孔明等于 先主赐子鲁王 刘永良 王刘离来永安宫 见地 刘太子刘禅守成都 且说孔明到永安宫 见先主并为 慌忙拜扶于龙踏之下 先主传指 请孔明坐于龙踏之侧 辅其被曰 正自得丞相 姓成立业 何其至是浅漏 不纳丞相之言 自取其拜 悔恨成疾 死在旦系 四子孱弱 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言启 泪流满面 孔明义替契曰 愿陛下善保龙体 以赴天下之望 先主以目便是 只见马良之地 马肃在旁 先主令且退 速退出 先主为孔明曰 丞相官马 速之才何如 孔明曰 此人亦当是知音才也 先主曰 不然 正观此人 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 丞相宜申查之 吩咐弊 传指赵诸臣入殿 取至弊写了遗诏 帝与孔明儿探曰 正不读书 粗之大略 圣人云 鸟之将死 其名也哀 仁之将死 其言也善 正本代与清等同灭曹贼 共服汉室 不幸忠道而别 凡丞相将赵赴予太子禅 令物以为常言 凡事更望丞相较之 孔明等器败于帝约 愿陛下将袭龙体 臣等愿孝全马之劳 以报陛下之欲之恩也 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 一手眼泪 一手执其手曰 正经死矣 有心腹之言相告 孔明曰 有何胜誉 先主弃曰 君才十倍曹批 必能安邦定国 终定大事 若四子可负 则负之 如其不财 君可自为成都之主 孔明听必 盼流遍替 手足是错 弃败于帝约 陈安赶不解骨功之力 孝忠真之劫 既之以死乎 言弃 叩头流血 先主又请孔明坐于踏上 患鲁王留 永良王留礼敬前 吩咐曰 尔等皆寄正言 正王之后 尔兄弟三人皆以赴世成相 不可怠慢 言罢 遂命二王同拜孔明 二王拜毕 孔明曰 臣虽甘恼涂地 安能报之欲之恩也 先主为重观曰 朕已脱孤于成相 令四子已赴世之 亲等拒不可怠慢 以赴正望 又主赵云曰 朕与亲于患难之中相从道经 不想与此地分别 亲可想正故交 早晚看去无子 勿赴正言 云气败曰 诚感不孝全马之劳 先主又为重观曰 亲等重观 朕不能依依分主 愿皆自爱 言笔 驾东 瘦六十三岁 十章五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也 后渡公布有诗探曰 属主亏无相三侠 东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在空山外 玉殿须无也四中 古庙山松朝水鹤 岁石伏辣走村翁 武侯祠乌常临近 一体君臣祭祀同 先主驾东 文武官僚吾不哀痛 孔明率重观奉子公还成都 太子刘禅出城迎接灵旧 安于正殿之内 举哀行礼弊 开读遗诏 诏曰 朕出德籍 但下立尔 后转生杂病 代步自继 正文人年五十 不称妖兽 今正年六十有余 死父和恨 但以辱兄弟为念耳 免知免知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为贤为德可以福人 辱父得伯 不足孝也 无王之后 辱与丞相从事 视之如父 勿待勿忘 辱兄弟更求问答 致主致主 群臣独赵以弊 孔明曰 国不可一日无君 请立四君 以成汉统 乃立太子禅及皇帝位 改元建兴 家诸葛亮为武相侯 领义周末 藏先主于惠灵 誓曰昭列皇帝 尊皇后吴氏为皇太后 誓甘夫人为昭列皇后 米夫人亦追侍为皇后 声赏群臣 大赦天下 早有魏君探知此事 报入中原 敬臣奏之魏主 曹丕大喜曰 刘备已亡 正无忧意 何不成其国中无主 起兵发之 甲许建曰 刘备虽亡 必脱骨于诸葛亮 亮赶备之欲之恩 必倾心竭力扶持四主 陛下不可仓促发之 正言间 呼一人从班部中奋然而出约 不成此时进兵 更待何时 重视之 乃司马亦也 批大喜 遂问既予亦 一约 若只起中国之兵 极难取胜 须用五路大兵 四面夹攻 令诸葛亮首尾不能就应 然后可图 批问何五路 一约 可修书一封 拆使往西藩国 建国王科比能 陆以金箔 令起西枪兵十万 先从汉陆取西平关 此一路也 在修书前使机关告赏赐 直入南蛮 建蛮王梦获 令起兵十万 攻打一周永昌 脏歌月水四郡 以及西川之南 此二路也 在前使入吴修好 许以各地 令孙权起兵十万 攻凉川峡口 进取福城 此三路也 又可拆使致祥将 孟达处 起上拥兵十万 西攻汉中 此四路也 然后命大将军 曹征为大都督 提兵十万 由金赵 进出阳平关取西川 此五路也 共大兵五十万 五路并进 诸葛亮便有屡望之才 安能党此呼 批大喜 随其密遣能言官司 原为史前去 又命曹征为大都督 领兵十万 进取阳平关 此时张辽等一般 就将接封列侯 聚在继徐清及合肥等处 聚守官金爱口 故不复调用 却说蜀汉后 主流禅自即位以来 就陈多有病亡者 不能细说 凡一因朝廷选法 前梁慈颂等事 皆听诸葛丞相才处 时后主为立皇后 孔明与群臣上言曰 故车记将军张飞之女圣贤 年十七岁 可纳为正宫皇后 后主及纳之 剑星园年秋八月 忽有编报说 为调五路大兵来取西川 第一路 曹征为大都督 其兵十万取杨平关 第二路 乃反将梦达 其上拥兵十万犯汉中 第三路 乃东吴孙权 其精兵十万取峡口入川 第四路 乃蛮王梦霍 其蛮兵十万犯一周四郡 第五路 乃藩王科比能 其枪兵十万犯西平关 此五路均马甚是厉害 以先报之丞相 丞相不知为何 数日不出逝世 后主听罢大惊 急拆进世机 只宣照孔明入朝 使命去了半日 回报 丞相府下人言 丞相染病不出 后主转慌 次日 又命皇门 侍郎董允建议大夫 杜琼去丞相卧榻前 告此大事 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 皆不得入 杜琼曰 先帝脱孤于丞相 经主上出登保卫 被曹丕五路兵犯禁 军情至极 丞相何故推并不出 两久 门立传丞相令 言 并体稍渴 明早出都唐一事 董杜二人叹息而回 次日 多官又来丞相府前伺候 从早至晚又不见出 多官惶惶 只得散去 杜琼入奏后主曰 请陛下圣驾亲往丞相府问计 后主及引众官入宫 启奏皇太后 太后大金曰 丞相何故如此 有父先帝委托之意也 我当自往 东允奏曰 娘娘未可亲往 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见 且代主上先往 如果怠慢 请娘娘于太庙中 照丞相问之未迟 太后依奏 四日 后主车驾亲至相府 门历见驾道 慌忙拜扶于地而营 后主问曰 丞相在何处 门历曰 不知在何处 只有丞相君旨 叫党驻百官 勿得折入 后主乃下车不行 独进第三众门 见孔明独以竹杖 在小池边关于 后主再后历久 乃徐徐而言曰 丞相安乐否 孔明回顾 见侍后主 慌忙弃障 拜扶于地曰 臣该万死 后主扶起 问曰 经曹批分兵五路 犯境甚急 向傅元和不肯出府逝世 孔明大笑 扶后主入内室坐定 奏曰 五路兵至 臣安得不知 臣非关于 有所思也 后主曰 如之奈何 孔明曰 枪王科比能蛮王梦获 反将梦达 未将曹真 此四路兵 臣已皆退去也 只有孙权这一路兵 臣已有退兵之计 但须亦能言之人为始 因为得其人 故熟思之 陛下何必忧忽 后主听罢 又惊又喜曰 向父国有鬼神不测之机也 愿闻退兵之策 孔明曰 先帝以陛下付托与臣 臣安敢但系怠慢 成都众官皆不小兵法之庙 贵在使人不测 岂可泄露于人 老臣先知西藩国王科比能引兵范西平关 臣料马超及祖西川人士 速得羌人之心 羌人以超为神威大将军 臣已先遣义人 心夜持席 令马超紧守西平关 扶四路骑兵 每日交换 以兵拒之 此一路不必忧逸 又难瞒梦获兵范四郡 臣亦非席前卫 严领义军左出右入 右出左入 为宜兵之计 满兵为平永利 其心多疑 若见宜兵 必不敢进 此一路又不足优异 又知孟达引兵出汉中 达与李延曾结生死至交 臣回成都时 留李延守永安宫 臣已作义书 只作李延亲笔 令人颂与孟达 达必然推并不出 以慢军心 此一路又不足优异 又知曹真引兵范阳平官 此地险郡 可以保守 臣已调赵云引一军守把关爱 并不出战 曹真若见我军不出 不久自退役 此四路兵具不足优 臣上孔不能全保 又密调关心张包二将各引兵三万 屯于紧要之处 为各路就应 此数处调遣之事皆不曾经由成都 故无人知觉 只有东吾这一路兵 未必变动 如见四路兵胜 川中为吉 必来相攻 若四路不济 安肯动乎 臣料孙权想曹丕三路 亲吾之愿 必不肯从其言 虽然如此 须用一舌便之事尽往东吾 以利害税之 则先退东吾 其四路之兵和足幽乎 但未得税无之人 臣故愁畜 和劳陛下圣驾来临 后主曰 太后亦欲来见相父 经正闻相父之言 如梦初诀 复何悠哉 孔明与后主共饮树碑 送后主出府 众官皆还利于门外 见后主面有喜色 后主别了孔明 上御车回朝 众皆疑惑不定 孔明见众官中 一人仰天而笑 面亦有喜色 孔明是之 乃亦阳心也人 姓邓明之 自博苗 现为户部尚书 汉司马邓宇之后 孔明案令人留住邓之 众官皆散 孔明请至到书院中 问之曰 金属为吴鼎分三国 遇讨二国 一统中心 当先发和国 之曰 以于议论之 为虽汉贼 其事甚大 吉南窑洞 当徐徐缓图 金主尚处登保卫 民心为安 当与东吴联合 结为纯齿 一喜先帝救愿 此乃长久之际也 为审承相君亦若和 孔明大孝曰 无私之久矣 奈未得其人 今日方得也 之曰 丞相遇其人何为 孔明曰 无欲使人往劫东吴 功继能明此义 必能不入君命 始无之任非功不可 之曰 于财书致遣 孔不堪当此任 孔明曰 无来日奏之天子 便请伯苗一行 切勿推辞 知应允而退 至此日 孔明奏准后主 拆邓之往睡东吴 至拜祠 望东吴而来 正是 无人方见干戈席 属使还将欲伯通 为之邓之此去若和 且看下文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